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给我颁的奖 你问我 要取决于你 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觉得自己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就一直在努力成长 然后要跟大家多多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正大家对我的评价 一直都不怎么样 所以就不太看 好的就看不好就不看 我是玻璃心嘛 看不了别人骂我 就看不了别人骂我 假的 今天特地给他娘亲送来荣誉 团子有什么要跟娘亲说的吗 有什么要对娘亲说的吗 娘亲 你是我的心 我的肝 我的宝贝甜蜜劲 我代表富君 还有九重天上的所有天神 亲你一下 恭喜你 谁教的孩子这么小这么会撩 努力成为人民女演员 对对对 然后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演员 现在正在这条路上 一路努力地小跑着 演员的信念感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啊 就是因为我一直是 心里面我觉得有一块地方 是没有长大的 就是我觉得那个 是我信念感的来源 就是我要相信 我要相信 拍了一个电影 然后对对对 还因为还没在宣传期 就不太说了 它是讲关于 残疾人的 一个题材的 对其实对我震撼还挺大的 就先说这么多吧 工作很忙的时候 每天都在嚷嚷我要放假 对 不告诉你们 有假期但不告诉你们 是私人行程 喜欢结伴旅行 因为我是路痴本人 而且我不爱做攻略 所以如果你把我放到一个 不认识的国家 不管这个国家多有名多美 可能我只能在酒店里面睡觉 我需要一个就是导游什么之类的 对 你是带货女王 对这个称号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个 就大家喜欢就好 大家喜欢就好 对 觉得穿得好看就自己去买吧 很霸气 我们也期待着秘密2018年带给我们好看好听的作品 好不好 简直火死了 我自己都怕 没有了 这是我觉得顺其自然吧 就是大家喜欢就好 你用的一些东西大家喜欢就好 那你自己本身自己爱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必备的一些商品出门的话 必备的一些单品口红 所以口红是可以续命的 自拍很美的诀窍是什么 自拍什么 自拍很美的诀窍就是人长的美 比如 那一般来说 从多少张照片里面超一张发微博 一般来说 就成片率非常高啊 对对对 你懂的 懂的 那场休息一下 这真的很冷 我先走了 赶快走 截肢好了 不穿秋裤 我站在那就好了 爱奇艺 越想品质 我先走了